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还年轻 真是让人觉得很神奇 要说几步老肯定会想到何老师 他真的是圈里面没变化 很明显的一位 出道这么多年 没看出来长相上有什么变化 有点成熟了 这是应该的 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 现在有的人已经结婚生子了 皮肤也多多少少有点衰老了 可是他的容貌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很小的时候 张以兴就参加了电视台的节目 还和何老师很熟悉 现在张一兴已经挺火的了 还到了被大家催着结婚的年纪 何老师看上去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菜圈里面的地位也是与日俱增 真是感叹岁月的偏心 是小龙在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拍电影的 很多人都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从小就学过 很多电影中小孩子的角色都是由他演的 那个时候真的长得非常可爱 尤其是小和尚的形象 一起起就能映入眼帘的感觉 现在长大了反而没有小时候活了 还变胖的 通过锻炼瘦了以后成为了一名帅哥 小时候还和成龙和赵被抱着 现在他长大了 成龙看上去还是当年的样子 依旧为电影奋斗 很让人尊敬 孙力是一名很有实力的演员 选的剧本或者出演的电视剧 都有一定的收视率保证 家庭也很幸福 在圈里的感情被大家羡慕 两个人事业发展的都很好 为了两个人的孩子和家庭 他故意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 小的时候作为舞蹈演员 还和那英和赵过 虽然说那英一直被很多人吐槽过人品的问题 但是他的容貌一直都没有变 现在还比以前瘦了很多 看着两个人的合影真是不得不说 岁月很神奇 曹迅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演戏了 和是小龙一样的童星出身 演了很多比较经典的电视 也是通过小和尚的形象深入人心 而且把角色演得很好 小的时候还和曹颖合作过 现在曹颖比较少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不过偶尔出现一次还是很年轻 现在曹迅都有了自己的另一半 而当年合作的明星还是没什么容貌上的变化 只能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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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